國內其他焦點但你關心 今年農曆春節前蘇花改順利全線通車 但是在過年期間卻傳出了零星事故 像是在大年初一有駕駛因為路況順暢 反而不小心晃神 開出隧道之後自撞分隔道 而在大年初二則是因為天氣變得不穩定 下雨導致邊坡小碎石滑落 砸中了一輛桶蓮客運 造成擋風玻璃碎裂 擋風玻璃裂成蜘蛛網狀 這班統蓮客運車大年初二行經蘇花公路東澳段 不料下雨造成邊坡小碎石滑落 當場被砸個正著 就連在路況順暢的大年初一也有驚險意外 白色轿车一路往前開卻直接撞上分隔岛 撞擊力道一度讓車輛反彈 嚇得後方駕駛趕緊踩煞車就怕被波及 25號上午11點 排九線168.7公里發生自撞車禍 當時O信女子開車 不料一時恍神 沒注意到即將進入彎道 持續執行 結果撞上分隔岛 意外無人傷亡 但是當地居民都說現場不是第一次發生車禍 好幾次都是這樣 我們都看不到那個出來的地方 看不到南下的車子 出挖出來這邊都是加速區 這邊上去也是加速區 路寬嘛 車子也不多 大家都開比較快 也沒有說很明顯的限速 當地居民形容北上是一個急轉彎 加上上坡加速 南下則是下坡 加上快跑完蘇花公路 容易注意力鬆懈 來不及反應 希望之後可以加裝警告標語 或是測速器 避免類似車禍又再重演 記者縱不到 不及 Steel 全部揺突 距離